Hello大家好呀我是蛋糕糕 今天这一视频呢是跟大家 也是差不多一个月一件 或者是几个月一件的爱用品 视频那么这一视频的内容呢 就是我的八月爱用品 那么这一视频呢还是跟 平常一样以美妆居多 然后附带着一些杂技杂吧的 小物品吧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马上开始吧 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我现在眼睛上面 戴的这一副影视眼镜这副影视眼镜 是Evercolor One Day Moist Labor的系列的眼镜 然后色号是这个 Sherry Funch 应该是这样读的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反正就这个色号就对了 待会给大家看静一静 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是我现在眼睛上面戴这个颜色 这个影视眼镜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直径 它直径有14.5 但实际上面呢它整个 就是它的应该是 着色的一个直径吧 没有很大你眼睛戴上去不会特别特别的 奇怪然后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它这个眼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虽然说它是一个走自然路线的眼镜 但是因为它眼睛中间有一小小的一圈浅色的花纹 所以会让你的眼睛很显得非常的有神 总之来说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个应该会不断的回购中 另外的话它们这一系列其他的颜色也还蛮不错的 不过总而言之的话我最喜欢它们系列的 还就是这个我现在眼睛上面的颜色 接下来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护肤的产品是最近风很大 这个the ordinary的咖啡因眼部精华 然后这个眼部精华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会对它感兴趣 因为它的抗水肿的效果确实确实非常的好 不过呢说实话这个精华确实便宜是便宜 好像只有六刀还是八刀左右的价格 但是它的肤感呢给你感觉比较一般 就是可以说是那种比较粗糙一点的肤感吧 不过它确实会有一点点消水肿的效果 就是你涂上眼睛之后你就觉得眼睛真的会有那种热热的感觉 然后大概在半小时左右你会感觉你的眼部的浮肿 确实有消失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我还是想说它是不会让你的眼睛的浮肿 或者脸上浮肿完全消失的 不过总而言之的话 我觉得它是我目前用起来的一个算是消浮肿最快最快的一个产品了 所以说在这边也是推荐给大家 而且这个产品是学生党比较友好的 如果说大家跟我有同样的就是消眼睛水肿的一个诉求的话 可以考虑入这一款 再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是一个APP 这个APP名字叫做美丽修行 就之前有很多小伙伴跟我问说 怎么去看自己的肤质啊 或者是怎么去看一些产品的成分什么样的 那么我想跟大家安利就是这个APP 这个APP呢 其实我用了就是已经不止一个月了 应该算是好几个月就一直在用这个APP 自从我知道这个APP的存在之后 我就开始用它了 首先它第一点是它查成分 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你基本上比如说我输入像刚刚那个 The Ordinary的一个这个 咖啡因的一个眼部精华 那么你点进去看呢 它就会有比如说成分分析 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全部的成分是什么 并且你还可以点到它的成分里面去看 说比如说我这边有个咖啡因 然后点进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咖啡因的成分指数 安全指数是什么样啊 有没有制度风险啊 然后呢它的成分的一些说明 比如说这个成分它的用途是什么啊 你都可以查到 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安全 说是有个安全指数会指出 它的这个产品中间有多少香精 多少种防腐剂 有多少种风险成分 还有多少种孕妇慎用的成分 另外呢你还可以看它功效 就是它可以分为 把主要的功效成分拆出来说 保湿成分拆出来说 然后抗氧化成分拆出来说 各种各样的成分拆出来说 这一个功效的分类呢 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去定位你的诉求 比如说我想看这个成分 到底跟我的一些皮肤的 或者是护肤的一个诉求 就是合不合适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板块 是一个肤质板块 就是肤质匹配的板块 它上面会显示说 有那几个成分是比较适合你的肤质 那几个成分不适合你的肤质这样子 下面呢还有一些就是 使用这些产品的用户 它的一些心得的分享 而且这个心得分享有一点就是 就比如说是当你要注册这个账号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先做一个这个皮肤的一个 肤质的测试 它的肤质测试的题目呢 就是把你的肤质分为四个选项 我相信大家应该稍微对护肤有点了解清楚 就比如说我 我在测试完之后 我得出的评分是一个清干重敏 非色素的紧致类的皮肤 那么这就是我整个一个复制的状态 那么你在这上面所有查的一些功课啊 或者是查的一些东西 甚至是你看别的功课 那么都会基于这一个你整个复制情况的大前提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就适合你去找到一个 更加match你的一个产品 或者是更加match你的一些功课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在这边也是安利给大家 如果说大家想对护肤有一些更科学 更系统的理念的话 我真的很强推这个APP 那么我已经把刚刚8月份 整个与护肤相关的所有的门类都说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到我们的彩妆时间 这个月还有蛮多 我特别特别喜欢彩妆的 首先从腮红说起吧 腮红这边的话想跟大家安利的是 这个NARS的一个液体的腮红 然后这个色号也是Orgasm 这个日本好像是不是限量的 是啥 就是那个腮红NARS的那个高层 液体高层 不喜欢彩妆 你看一个小 水哥的小眼神太可怕了 就这个我在日本问的时候 好像还 我们 我知道我在京都问的是不是 好像说京都没有 这个日本 对对对 就是这个我记得 我当时在京都 跟水哥一起逛街的时候 好像他说 京都的贵姐跟我说 好像京都的没有 只有大阪有卖的 反正这个好像还稍微 有那么点难买 据说是限量线 然后他这个液体的这个高潮真的好好看 就我脸上现在正在用的这个颜色 他整个的粉感呢 比起粉质的版本呢 没有那么那么的重 就涂上去的话 脸上那种 他涂上脸上不是按照一般来说 他的粉状呢会有一个金色偏光吗 但这个金色偏光的存在感呢 稍微降低了一点点 他整个腮红的颜色 跟你的皮肤融合的 会比粉状融合的更加舒服 看起来更加好看 就超级超级喜欢 涂上去是那种健康的红润 就是 是不是迷之高潮脸的感觉 真是 这不是幼儿园的车 反正就是超级超级好看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腮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 虽然说我只用短短的 一个月多一点点 但是它已经被我用的就是 它的液体的面 已经肉眼可见的往下降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每次 集太多还怎么样 但是真的 好喜欢 超级喜欢 强力安利给大家 大家如果说现在还有的卖 或者是你认识靠谱的代购 或者是你身处的那个地方 还有的卖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一定要去柜上试一试 我觉得大部分大家试过的 应该都会把它带回家的 真的好喜欢 超级好看的一个颜色 再来下来想跟大家安利的 还是腮红 是Wet and Wild 湿又眼的两个渐变腮红 一个腮红是这个紫色的 叫做In the Purple Hate 这个色号 另外一个色号是 My Thai Buy Your Drink 这个腮红呢 它是一个珠光比较重的腮红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颜色 这种渐变色简直美到爆炸 那么它们家腮红 这个系列有三个颜色 我就只说了这两个 本来想握掉 但是发现那个粉红色的不如我菜 首先这个My Thai Buy Your Drink 它是一个金色渐变到橙色的一个腮红 然后这个腮红 它的光泽感非常非常强 我就用了它之后 你就基本上不用去涂一些高光类的产品了 它上眼的感觉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元气的一个 带有金色闪光的橘色腮红 这个颜色涂上去的感觉呢 会是一个比较热带 然后比较沙滩的一个夏日的腮红的感觉 非常非常好看 但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就知道了 它的飞粉非常严重 不过我觉得这么好看的颜色 只是飞个粉而已 又不是像就是某牌的某眼影 它飞粉可以直接飞到铁皮 那么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飞粉的范围 超好看 而且便宜 便宜的不行 真的 大家基本上如果说也是能买到 可以考虑去买一买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另外一个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粉色到紫色的一个渐变色 然后大家如果有关注过微博 应该知道我买到的时候 记得第一块它已经全碎成渣了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粉紫色吧 我最喜欢的呢 除了把这两个颜色混起来用的话 特别特别喜欢单独用下面这个紫色 涂上这个下面这个紫色到脸上 真的会感觉就是你瞬间脸上就白很多 就不是那种很诡异的紫光 就是那种脸上真的感觉就是白白嫩嫩 那种整个肤色的一个基调就感觉 马上就往冷调那边走了一样 整个脸就是那种刷的一下白到发光的感觉 这点我超级喜欢 然后另外把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呢 又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显白的一个粉紫色吧 其实粉掉应该偏多一点点 但是真的就 总之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好看请买 又这么便宜 就基本上放在家里面 你不用摆看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腮红 再接下来两件呢 是Devonche的这两件 一个是这个单色眼影膏 另外的是一支唇膏 那么我先从眼影膏说起吧 眼影膏呢就是我现在眼上用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玫瑰色 然后这个眼影膏呢就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好涂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无脑就可以涂好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虽然是这种膏状 但是实际上面你把它手上推开之后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好推开的一个这种Dusty Pink的感觉 有一点点偏干枯玫瑰色的感觉吧 之前我有看到试色 试色上面的功课呢 可能会比较暖掉一点 但实际上面拿到我手上会比较偏冷掉一些 然后它涂上去呢 不会让你的眼睛显得特别特别的脏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会有一个如果涂那种烟熏玫瑰色 大面积的涂单色会显得眼睛脏 但是这个颜色呢就不会 另外的话它非常非常的持久 上面有写过它是一个叫做可以持妆16小时的防水的眼影 那么在我这一个多月的使用中间来说的话 它确实不会出现什么一味啊 肌线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嘛 毕竟我也算是一个比较有一点的眼皮 然后又是这种比较痛苦的眼形 你们懂的 然后这个眼影呢 除了这个颜色很好看啊 它们这一个系列还有很多很好看的颜色 不过我还没有收 我想我估计应该会继续陆陆续续的把它收进来吧 因为它不管是从配方到颜色还是到这个包装 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非常方便 非常实用的一个单色眼影 再接下来呢是一支唇膏 这支唇膏对于我来说意义还蛮 就是意义还蛮深重的 然后这支唇膏的色号呢是10号 它就是我现在嘴上涂的这一个颜色 它的质地是一个比较share的质地 就是说它的遮盖里没有很强 然后呢唇膏整个质感呢 是比较清透比较轻薄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唇膏它后面其实有个小故事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它 因为这个唇膏是我的闺蜜送给我的 然后今年是我跟她认识的10年 然后这个颜色的色号呢是10号色 刚好是我跟我闺蜜今年认识10年了 所以她就挑了所有唇膏中间 她觉得哪一个唇膏的10号色最适合我呢 就把这支10号色就买给我送给我了 然后我发现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超级超级好看的这个颜色 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清透的 透透的一个粉红色吧 然后这个唇膏的光泽度呢 也非常非常漂亮 它出来的效果更像是一个那种 比较果冻比较透明的一些的感觉 就不会是让你有一种特别特别油腻的感觉 不会的 总之呢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也是特别特别谢谢我的闺蜜 现在我们下一个10年 那么彩妆部分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物件了 那么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它当当是一个这个HM的一个超级小的迷你包包 那么我最近因为背小包包比较多 所以说把它当做一个迷你的化妆包 然后放在我的包包里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大家注意它是这种 就是像那种有面筋 有豆腐也不是对 就是它是这种有一定的厚度的一个化妆包嘛 所以说你可以在里面塞很多很多东西 就可以塞一只这种大只的这种唇膏 然后一个这种遮瑕 然后还有这种眼影膏 然后还塞一包这种化妆棉 然后再把这个拉链拉起来 就很方便啊 就可以放在你的一个小小的包里面嘛 就如果你不背那种很大的透头包之类的 那么这里面可以装的东西呢 就可以满足你日常的一些补妆的需求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个价钱好像特别特别便宜 500日元不到吧 我记得我当时在日本买的 大家如果说在国内有看到的话 也可以去买一买 因为它这种雷射的这种外表 真的就好好看啊 就非常喜欢 特别特别夏天 然后再下来要给大家案例的就是它 就是这个丑丑的这种食品的 可封口的一个食品保鲜袋 那么为什么要案例它呢 是因为它可以用来放你的一些化妆棉 比如说放一些棉签 放一些海棉 或者放一些这种化妆的小用具 我是一个用不上吸油面纸的人 因为我脸上没什么油 但是呢有时候夏天出汗了 你的底妆或者是你的彩妆 可能会有一些疑味啊 各种各样的状况 但是呢 你又不能把那些棉签啊 这种化妆的小海棉啊 直接放在化妆包里 那样会很脏 会有细菌 所以说我就会买一个这种 超级超级小的一个 这样子的保鲜袋 然后把这些卫生的 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呢 全都放在这样的保鲜袋里面 然后把它对折起来 再塞到小包包里面 这样的话既卫生又方便 然后这个东西呢又便宜 用一次也可以把它扔掉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这也算是一个 虽然它丑丑 但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工具吧 好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不知道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然后现在水哥在我边上看电视剧 一直在那边吃事的笑 如果大家在背景里面 有听到一些迷之笑声的话 请大家不要介意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弹幕 硬币收藏 评论 各种各样的一条龙服务哦 然后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 爱你们 拜拜 fight 穷 乱 Pas 差 踩 吗 今天 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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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